要来往内地域香港,我相信最多人使用的,就是罗湖,福田,和黄港这三个口岸了,因为新冠肺炎,两地封关已经超过8个月,今天带大家看一看,这三个陆路口岸的现况。 罗湖口岸,位于深圳市罗湖区,1950年7月1日,中央政府政务院批准罗湖口岸,正式成为国家对外开放口岸,现实的连检大楼,是在1984年1月动工修建的,1986年6月14日若成启用。 曾经在2006至07年时,经过罗湖管制站出入境的旅客达9300万人次,成为世界最繁忙的过境口岸。 因应新冠肺炎疫情,香港客区政府宣布,自2020年2月4日起,罗湖口岸暂时关闭,当天的繁话,暂时告别了。 福田口岸站,原名为黄港站,在2007年8月15日开通,遇黄港站向连的深圳河对岸,洛马州支县管制站和港铁洛马州支县开通,从此黄港站成为另一个的过境车站。 2008年8月15日,福田口岸站站名正式生效,取代了黄港站,这个名字。 福田口岸 口岸是用一条双层的空调行人天桥,负责跨越深圳和座位连接,一直都是跨境学生和商务人士的必经口岸。 因疫情的影响,目前只供持有7天核酸检测印性结果的跨境学生,出入境使用,尚未正式开放,所以依然非常冷清。 黄港口岸 2月4日起,黄港口岸除货运外,驴舰已暂时关闭了。 因疫苗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,加上口岸设施设备老化,黄港口岸枪进行重建。 建成后,黄港口岸枪取消货车通关,改为纯鱼检通道,工期预计约3年半。 所以今天你们看见的,就是在施工的情况了。 希望疫情尽快过去,各口岸可以重开,可以方便大家的往来。 谢谢你们的观看,记得赞好,订阅和分享。 我们下次再见。